第一百三十集,小苏的真实目的。 许半夏有点莫名其妙,小苏看中他的公司哪一天,才几天工作时间,能鬼迷心窍至此。 老苏,我问你,你弟弟以前有没有弃学的念头出现过? 不对啊,我这儿没见他干得很欢啊,他才来几天啊,能深入到哪儿去,热爱到哪儿去。 我建议你先找清源头再说,否则你我怎么做工作都是隔学搔痒。 老苏一想,也是。 那么说他说的话是借口了,但是胖子,我们一家三口听了他的理由后一致认为,他想在你那儿大赞苦干。 他还说了一些计划,什么帮你打开国际市场之类的话,他说的时候很认真,不像是假话,这一点我们还能看不出来。 胖子,你有空帮我修理修理他,起码把文凭换出来吧。 我家里大人们都等着这最后的环节了,再说了,那次最后半年本身就是混日子,他在学校干什么不可以啊? 胖子,看在我面上你一定要帮忙啊,你应该知道现在社会对文凭有多看重。 许半夏不以为然,他有文凭的人都还自诩早到天晚到天,不过面对的是老苏,当然给他面子。 老苏,这很容易解决,我这儿工厂还在筹建,产品出来还遥遥无期,你弟弟在公司待着也没事做,最多是上网搜集资料,为以后做准备。 我给他一个笔记本电脑,让他回学校给我继续工作,反正最后半学期也没多少事,你看行不行,他宏图大愿既然能实现,还能不回去上课? 老苏一听就觉得有道理。 胖子,对对,不过我弟弟的电脑钱由我来,不能因为我家私事让你额外开销。 又想勒紧裤腰带省钱给你弟弟了,我不是白给你弟弟电脑,要他给我做工抵换。 你弟弟毕业时候,如果花落别家,却不把电脑还我,我就着落在你这个做哥哥的头上讨还,到时你再勒紧裤腰带不迟,成交吗? 老苏即使在是在,也知道许半夏的好意,但许半夏的话让他没法推辞。 胖子,我弟弟说你工作起来玩命,我真不应该你那么忙还给你添麻烦。 可是…… 嘿,哥们这是什么话呀?你家里有腊肉再给留两条,等你爸妈回家后,我上你那打牙剂喝酒聊天去。 老苏,我再想一件事,你该开始有点长远打算了,你们兄弟看来以后都落乎在这个城市,你有没有想过要买一套房子,以后把你父母搬过来? 钱不要总是大方花在你弟弟身上嘛,你弟弟是个灵活人,我相信他说的勤工俭学可以满足他生活学习的言论,你得有买房计划。 说起来,这也是你的家庭计划,一点不比供你弟弟读书来的次样,何况你弟弟是有志气的人。 算了,这话你自己考虑,我昏了头了插手你的家务事了。 老苏听着却是觉得句句对味,一如过去,许半夏都是快他一派帮他想到事情本质。 确实,弟弟早就提出不要支柱,都是他担心弟弟吃苦才一再坚持,而且真的得考虑父母退休后过来居住的计划。 许半夏速战速决,虽然年后上班第一天大量事情要做,但老苏是兄弟,他的事当然得第一时间帮忙,立刻就挂电话召小苏过来。 小苏的眉眼与老苏依稀仿佛,但是比老苏长得舒展一点,又见人高马大,看上去有点一表人才的样子。 不过穿着简单,一件棉猴,里面是小滩随处可见的毛衣,看着他没拿老苏的钱来乱话。 许半夏一个大姐,不,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大哥的眼光打量着进来的小苏,看得小苏居然扭捏起来。 许半夏落落大方地伸手直指捉情的椅子。 来,坐,带你谈一点私事。 到我公司几天,有什么感想?听说你已经乐不思蜀了。 可可一定已经跟你说了,我不想回学校了,想在这坐下去,我喜欢这儿的工作。 许半夏不以为意,但还是笑笑。 听说你对未来的工作很有想法,说出来我听听。 没想到小苏从棉猴口袋里摸出一份文件来递给许半夏。 这是我根据目前所见,你听的计划,许总请过目。 许半夏都是有点惊议了,拿过还带着小苏体温的文件。 回去拿个文凭吧,怎么说也得给你父母和哥哥的投资做个回报吧,只有半年时间了,不成。 你可以从我这儿拿着笔记本电脑回学校去继续你的工作,放弃文凭可惜,尤其是你那么好大学的文凭。 我与老苏是朋友,我不会留你。 许总看了我的计划再说,如果我的计划可以为你带来极大利润呢? 我会仔细阅读你的计划,也很感谢你对我的公司如此尽心。 你也快开学了吧,这几天在家好好跟父母亲近,明天开始,我准备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拒绝你进入公司大门。 小苏大惊,忍不住站起来大声抗议。 不,你一定得先看了我的计划再说,我的计划不长,你一看就知道。 许半夏不去理他,但还是展开计划书,在小苏的虎视眈眈下大略看了一下。 我早知道你写的计划不可能打动我,因为我赚钱的重点压根不在这个工厂,这个工厂说到底只是实现我的一个梦想,但是你的计划有一定见底,我建议你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回去学校,给我上网寻找商机,我会随时传送文件给你。 小苏很是失望,回然坐回椅子,没想到让他自己热血沸腾的计划却一点儿不入许半夏的法眼,他想了半天。 我明白了,你是因为我哥哥否认我的计划,我不信我的计划不行,我有充分的数据和对其他公司的网络调查来证明我的计划,但是,不。 我不会理会你的拒绝,我还是不回去上学了,我一定要留在你的公司,留在你身边,帮你做事。 许半夏从来不是会轻易拉下面子的人,文策孩子气的话只是笑嘻嘻的。 你不急,我这个工厂的投产呀,估计得等到半年后,正好是你毕业时间,你如果有益我的公司,我是非常欢迎你来的,你是个可造之才。 到夏天的时候,正好新业务开展,你正式投入市场拓展,不是一点都不浪费时间吗? 回去学校吧,文凭很要紧,因为大家都不是比尔盖茨。 许半夏觉得自己难得能做个大姐姐,没想到小苏一口拒绝。 不,我不愿离开你哪怕一个月,你即使不接受我,我也不会去学校,我要留在本市,留在离你最近的地方。 饶是许半夏见多风雨,此时也闻言惊住了,什么?原来绕来绕去,小苏打的是她的主意。 看着小苏愤怒,爱恋又有敬重的目光,一向口舌灵便的许半夏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老天哪,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个男人在她发出讯号之前主动追求她,即便是她哥哥老苏,都是在两人友好相处之后才有误解的。 许半夏需得定一定神,才能从桃花阵中逃脱。 小苏,你哥哥老苏差不多可称为是我方外好友,我不可能扶你他难得对我提出的要求,你还是请回吧,我已经清楚你的意思,再给你一个警告,回去拿了文凭再来,否则我不排除,派专人押送你去学校报到,我说得出做得到。 小苏没想到许半夏连一句类似我已有难有,或者你还巧不适合等的解释都没有,他的话里,压根就没把他小苏放在眼里的意思,仿佛他善待他,和他本人无关,全是因为他哥哥与许半夏的交情。 小苏很受打击,猛地站了起来。 明白了,说过我哥不是你好友,你才不会管我回不回学校。 许总,我堂堂男子汉,我也说得出做得出,我说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我要做给你看。 说着便冲出门去,头也不回地走着。 许半夏看着小苏冲出去,愣了会儿,终于哑然失笑,觉得非常滑稽,但还是得打电话给老苏报备。 没想到老苏已经进入手术室,无法接听,许半夏只得与接电话的护士留了言,让老苏回店,作罢。 难得高跃进请客居然在西餐厅,许半夏进去见面就嘀咕。 这家伙一趟欧洲回来,西餐还没吃你啊。 但见高跃进的脸色并不是很好,许半夏给他下个定论,一定是花天酒地闹的,高跃进倒是看了看许半夏。 又胖回来了,他样子春节过得不错。 有什么阴谋吧,我们两个一说人话肯定出事,你春节也过得不错,求人得人。 我听说你在背后诽谤我。 好了,闲话不说,我们谈谈阿琪运输队的事。 诶,我已经把运输公司分出去了,你不找阿琪还找我干什么? 是不是觉得我分赃不云?那把阿琪叫来吧,我们不能背后决定他的公司。 那着,我先跟你讲讲我的打算,我准备以预付款形式支持阿琪的车队,不想入股。 我既然出钱,你就得出力,阿琪公司的管理,你不能放手。 第131集,和小苏的交易。 你出多少钱算是出钱啊?你算算阿琪这个运输公司的资产,如果你出的钱超过我的一倍,我才认。 而且不能是什么预付款,得是实打实地投入,你做得到吗? 我知道对于你这么扣门的人来说呀,预付款已经是你的极限,但是你拿这个来要求我,太过分了点吧。 你吃什么?我吃了七天西餐了,闻到黄油味已经要呕了,我只要龙虾汤。 高跃进点了自己的,等小姐离开。 胖子,你别过分,我家阿琪独立出来,难道自己会不要脸地插资金进去控制阿琪的运输公司? 你想得出,我做不出,但是借款之类没名没分的事我做得出来,阿琪恐怕也不会接受。 他们两个还是小孩子猩猩,不像你有钱就是爹。 我想来想去,还是预付款这种形式比较对。 我把公司以后的运输业务都剥离出来,交给阿琪去做,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原因,不用我跟你说了吧。 许半夏虽然被高跃进骂了几句,但听了他的话还是放心。 高跃进的公司业务量极大,单靠阿琪的几辆车子着实不够,所以他必须付预付款进来先给阿琪买车子。 但是高跃进本质上是个商人,他当然清楚阿琪的能耐,怀疑车队骤然扩大规模的话,阿琪的管理水平能不能跟上。 但他自己无力管这等琐碎事,只有借许半夏与阿琪的兄弟关系,预先找许半夏谈吐,让他继续插手车队的管理,否则他很不放心。 影响运输队是小,影响他旗下公司的产品运输势大,看来他还真冤枉了高跃进。 许半夏想明白了,才举举手中的白水杯子。 嗯,有数了,你用心良苦,我也不是没良心的,我会帮阿琪理出一条头绪。 嗯,刚才误会你,不过事出有因,完全是因为过往你人品有问题,我看见你不得不有所防备。 高跃进不得不拿斜眼看着许半夏,这年头只有他才敢对着他胡说八道了。 不过难怪,他已给兄弟独立名义,逼着许半夏将运输公司割肉一样的割出来,他心中不深恶痛绝的才怪,现在又回过头来要求许半夏插手管理。 他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不过高跃进一向清楚,天大地大,资本最大,他有资本,不怕许半夏不听话,但过程中得听点他的讽刺打击了。 这一顿饭吃到最后纯粹成为工作餐,两人都是速战速决的主,既然拍板合作,立刻便叫了阿琪过来,接着将高跃进手下分管物流的经理找来。 许半夏与那经理谈了才知道,原来运输不是一进一出那么简单,他立刻想到了老苏的弟弟小苏。 这小家伙脑筋一流,接受能力极强,又有电脑编程能力,或者由他义无意识做起,可保阿琪的运输管理有条不紊。 但是,那样一来,等不及半年了,他必须立刻转到阿琪那儿去,老苏会怎么想呢? 许半夏清楚,自己抓阿琪的公司最多只能抓个宏观,而阿琪抓公司,抓的是市场与运输环境,必须有个人在内部理清所有程序,事无巨细地操作他的指令,否则接下高跃进的公司全部业务后,阿琪的运输公司很可能只有一个结局,吃饱撑死。 许半夏在谈话告一段落实,立刻起身对两人开口。 你们继续聊,我去抓个人给阿琪。 高胖子,你走着瞧,我今天这一顿吃得很不爽。 高跃进笑嘻嘻地看着许半夏出去,知道他今天不爽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吃得不好,而是被他逼着做事。 不过他极其相信许半夏的能力,这才会预先找他商量,否则他投钱进去真有点不放心。 许半夏考虑到老苏还没给他电话,怀疑这个老实人又被抓进手术室做什么大手术了,还没回家,干脆直接上老苏小窝里去抓小苏。 收回他中午说的话,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想到踩到老苏那个小区,忽然看见有人背着双肩包窜出小区大门,后面追着的可不正是老苏。 许半夏立刻意识到,前面跑的是小苏,忙夹急追了上去,慢车到上面拿着大灯晃着奔跑的小苏,小苏回头看见是许半夏,也不理,跑得更快。 许半夏摇下车窗,上来,我跟你谈个交易,不回就不回,没什么大不了。 虽然不是夜深人静,小苏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狐疑地回身。 真话,你看清楚我的计划了? 不,我有其他重大计划,上车。 许半夏觉得对待一个小毛孩,这种态度足够了。 小苏一听高兴了,立刻停下步子,跳上许半夏从里面为他打开的车门,坐到副驾位置。 许半夏立刻刹车,等老苏上来。 老苏好歹也是天天锻炼的,跑了那么多的路,呼吸比小苏还平稳。 上了车就问,胖子,你们怎么谈的? 许半夏看着焦虑不堪的老苏,心说,这大哥做的都可以抵上老爹了,这天下还真有那么好的人。 老苏,我中午的意思是,你弟弟要是不回去上学,我绑也要绑着他去学校报到, 还给你办公室留了个口信,想先提醒你盯住小苏, 别因为我的威胁而跑了,现在看来啊,你没收到口信,你没给我电话。 小苏,你别蠢蠢欲动,话还没说完呢。 他们没跟我说你有电话来,怪不得这小子今天一言不合,就想跑出去自己做房主。 胖子,谢谢你啊,弟弟,你就不怕爸妈气死。 修董,你有什么新的建议啊? 哥,我不想读书了,我的心已经野了,即使帮我去学校,除非你贴身跟着,否则我还是会逃出来。 我不想虚置这半年时间了,你也应该知道,除了文凭最后半年什么都得不到。 老苏气得打摆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攥起拳头想揍人,许半夏见此才冲老苏摆摆手。 小苏,你应该清楚,没有大学文凭,以后你的求职道路会很艰难。 求职时候别人先看的是门面,你没有文凭,将不得不从底层做起,这些后果你想过了没有? 对呀,你看看我们医院,你要是没文凭,进来只能打扫卫生,除非你自考什么文凭出来。 哥,你那里不一样,你那里不能上不能下,死气沉沉,倒贴我也不会去你那种单位。 我不需要文凭,不信你看着,我哪天若是后悔,你可以砸死我。 你就不能体恤体恤爸妈吗?才半年,你不能忍一下。 哥,小苏这时候却冷静下来,看着他哥哥。 哥,我想早一点赚钱,我不否认爸妈今天会生气。 但来日方长,我不认为读书一直读到博士,哪个博士文凭光宗耀素才是对父母的尊敬。 我只单纯地想让他们尽快过上好日子,一种物质生活丰富的好日子。 小苏的话字字如刀,直刺老苏。 许半夏在旁边听着也是想,老苏确实没资格说小苏,他家庭状况不好,他如果是真正孝敬,应该早点出来工作补给家用。 或者说,小苏不得不由他供着上学,其中也有他家已经被他老苏常年读书掏空的原因在。 很可能小苏看多家庭窘境,所以才勤工俭学地自己养活自己,在看到机会的前提下断然放弃文凭,要求提前工作。 很可能小苏迷恋他许半夏,也有因为他一早自立打天下这个成分在,因为那可能是小苏从小的理想。 见老苏瞪着眼睛说不出话,小苏也没有妥协的意思,许半夏打了原厂。 这样吧,小苏既然强烈要求工作,我这正是非常需要用人的时候,小苏过来吧。 至于文凭,我也没觉得有什么要紧,有本事的人最后还是依靠本事吃饭。 但如果哪天小苏想要文凭了,我保证你可以去国外大学拿一张很亮眼的文凭来。 老苏你看看,这办法是不是折中? 老苏被弟弟的话呛成了闷葫芦,但老实人不是没火气的。 想到家中父母失望的眼神,他对着许半夏发怒。 康子,你不要说得轻巧,你真不在乎文凭吗? 那你为什么不早早出来创业,还在学校混到一张文凭? 你知道他狼赔的是三年半吗? 因为我安排得很好,创业跟文凭并无冲突。 老苏,你弟弟不单纯是因为文凭问题。 许半夏知道老苏会生气,但打心眼里却对老苏不以为然。 小苏又不是在他老苏那种需要文凭的地方工作,何必那么看重一张文凭呢? 除了文凭,我不觉得我浪费了三年半。 我学到的,以及我在大学提高的认识,所以让我想用不尽。 我觉得回去再多半年才是浪费。 而且我还有个人原因,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决定,与许总无关。 你不用签诺。 口舌不灵的老苏,在这两个人面前无话可说,半场才忍气吞声地问弟弟。 半年,半年都不行吗?你非要看到妈妈流泪你才高兴。 许半夏不言,小苏依然不去上学的话,他会接受。 但是非要花言巧语,诱拐小苏去阿琪那里帮忙,这事情他做不出来。 毕竟一张金光闪闪的大学毕业文凭,对于小苏的未来来说,是受用不尽的。 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小苏以后会不会反悔? 他许半夏已经在为当年的年少冲动付出代价了。 不! 小苏一口拒绝,没有多余的废话。 老苏两眼看着许半夏,定定地看了很久, 满眼都是失望。 终于叹了口气,打开车门离开。 一路他默默地回味这些对话,忽然想到一条, 许半夏这时候过来做什么? 如果是找他,完全可以先打电话。 但又一想,他在医院留言,没人告诉他。 所以他才找上门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他的话里面为什么有中午的意思这个字?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他晚上的意思有变? 为什么弟弟什么都听不见, 却被他三言两语地劝上车呢? 想到许半夏一向都是心思莫测, 老苏觉得其中有鬼。 他不由折返回去, 却见慢车道上早已人尽渺然, 许半夏的车子早不知去了哪里。 难道是弟弟一早知道有地方客区? 回到家里与父母一说, 焦急的父母当然都不会太过理智, 一致认定, 平时乖顺的小儿子今次如此不可思议地叛逆, 肯定事出有因。 三人成虎, 一向信任许半夏的老苏心中产生动摇。 第132集 渐行渐远 老苏下车后, 许半夏双手扶着方向盘, 眼睛没看小苏, 只直直地看着前面。 真想明白了, 不是一时冲动。 其实以后后悔, 也是我自己的事与你无关。 你说说有什么新的计划? 许半夏这才启动车子, 缓缓开出慢车道。 看得出你们家亲情浓厚, 大家都在为家人考虑, 所以你今天虽然任性妄为, 但血浓于水, 以后回家还是苏家好儿子。 唯一找不回的是文凭。 心中确实跟上一句, 以后老苏可能是不会原谅他许半夏了。 弟弟小苏最后跟他许半夏走, 而且被他所重用, 明摆着的是, 只要稍微加以合理化推断, 谁都会认为 弟弟反常是中了狡猾的许半夏的圈套。 但是许半夏不会将此于小苏说明, 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有所图, 担负一点责任是很应该的。 而且老苏怨他, 对于老苏而言,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起码他的眼里可以看见那些对着他放电的女医生与护士了。 小苏沉默了一会儿, 他心中有对许半夏的爱恋和冲动, 但做出不回学校的决定断不是一时之年。 他相信, 自己不是大孩子, 他有理智会思考, 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想了很久。 我知道我父母会伤心, 但是半年以后我会让他们改变看法。 许小姐, 如果你给我提供的工作, 无法让我有所发挥, 我要求重回你的销售部门。 狂。 许半夏笑笑下了结论, 他只有在初中高中狂过一阵, 以后做了小生意, 吃了许多苦头, 狂钱自然消失。 是这样的, 我兄弟阿琪承包了我的码头, 最近他的运输公司获得大额资金投入, 准备几何级数的扩展, 但是我觉得他的管理, 可能会跟不上。 对于上百辆运输车子的监管, 需要的是很能统筹的头脑, 以及电脑系统辅助。 我想到了你, 你对数字的敏锐, 让我相信你肯定可以给阿琪的运输公司, 设定最佳运作办法, 将运输车队变成现代化的物流公司。 为此, 你必须做到两点。 一是学习其他先进物流公司的管理经验, 管理流程, 你自己去找资料, 我也会介绍人给你讲解。 二是尽快熟悉运输行业的一些规矩套路, 免得制定出来的规程是纸上谈兵。 这些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心经从忧, 你有没有信心? 小苏将许半夏的话好好考虑了一下。 有信心, 今天就可以做起。 许半夏也没客气。 我只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 但你远非最佳人选。 给你一个月时间, 如果过了一个月, 你还没有头绪, 我外聘高级管理人员。 如果你行, 这是你的一个大好机会, 不要失望我会捧着你。 我会证明给你看, 一双眼睛也是毫不退缩地看着许半夏。 换作别的女孩, 或许在这么热烈的眼光下早就有所反应了, 但许半夏只有在遇到赵磊的时候丢亏卸甲, 其余时候, 男孩们最后都扶手认他为老大, 他认为小苏扶手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所以压根儿不予理会。 经浙过后, 大地回春。 许半夏的事业 总是在春天走向顺利, 而他的个人生活终于也春意盎然。 因为赵磊牵制北京, 许半夏把本来准备大权下放的贸易部分又抓了起来, 反而把再建新工厂的大权托付给小刀拱, 他想多点时间飞去北方, 飞去北京与赵磊见面。 赵磊虽然能干, 但终究是新人上阵, 需要了解的东西很多, 所以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情况下, 需要加班主持的交流通报会议很多。 即使他想周末到许半夏处, 也是有心无力。 不过只要许半夏在北京, 他总是压缩加班时间, 两人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话, 但两人有次将这些话捏在一起归类, 发现两人话中占大头的居然是工作工作工作, 于是两人自诩是革命情侣。 冯玉太太自从去年有武建设与郭启东搅出的风波平息后, 眼看着求必正的工厂一时无人租赁, 更无人接手, 当然原本所说的设备改造也无法得以实施了。 竞争对手如此消失于无形, 他心头松快, 去年底已经恢复天天在办公室支起麻将桌大杀四方的享受人生了。 春天到来, 虽然天气还是春寒料桥, 但是人还是活泛了许多, 找齐排搭子比冬天容易, 这天, 达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忽然想起冯玉将在五点半下飞机, 而他如果离开排桌的话, 正好三缺一, 对不起冒着春雨过来搓麻将的麻友, 而司机又必须在这个时候去学校接他的儿子, 如今世道这么乱, 怎么能放心儿子放学后穿过那么多条马路独自回家呢? 他在一局终了时将牌一推。 我打个电话, 让胖子去接我老公, 你们等等我啊。 其中一个经常来公司与冯氏夫妇搓麻将的牌友笑吻。 许胖子吗? 他现在成了大老板, 还有时间出来? 冯太太略为得意。 胖子就是这点特别好, 虽然发了, 却是很有良心, 见了面一口一个大哥阿嫂, 笔数从来不缺。 春节时候特意从香港, 给我们带来一只数码摄像机, 手掌那么大, 本事店里都还没见过, 说是给侄儿玩。 我们倒不是贪他礼物, 他那点心意, 着实让人喜欢。 让他去接下大哥, 没有不答应的。 说着, 也懒得李卓去拿坐机上的电话, 掏出手机给许半夏拨打。 许半夏这个时候正在办公室里, 对面是生了小孩还不安生, 非带着小野猫过来运输公司晃荡的高心仪。 高心仪神色不是平常的嘻嘻哈哈, 满脸都是不快。 抱着孩子的保姆跟在旁边,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许半夏是以他去会议室等着, 才按下高心仪, 没想到接到冯太太的电话。 你等等, 这个电话非接不可。 哎, 阿嫂, 有什么意志传达? 是不是大哥从北方钢厂要回来了? 你给我飞机到达时间? 你这鬼境, 我还没开口你就知道了。 你大哥呀, 五点半到, 你去接他那是最好不过了。 我没事, 你忙你忙。 阿嫂有没有要求让我转达? 比如说让大哥立刻回家给你烧最拿手的红烧肉? 胖子, 你也取笑我来了, 回头我让儿子磨着你做奥数, 看你还乐不乐得起来。 许半夏哈哈大笑。 阿嫂,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就在家等着大哥吧。 放下电话, 许半夏心想。 冯玉这个人经常出差三天, 说成四天五天, 提前回来一般先去小李那儿报道。 谁知道他说的五点半到, 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这个时候, 冯玉的手机一定是关机的, 所以他也没有犹豫, 直接给小李的手机发了个短信。 高欣怡等了半天, 还不见许半夏理他。 胖子, 你不是说只接一个电话吗? 怎么事情越来越多? 许半夏正发短信, 没说话, 只是抬眼横了高欣怡一眼, 只管自己继续将短信发出。 高欣怡见许半夏平时在一起都是嘻嘻哈哈的, 这一眼横过来, 却是冷彻心底, 一点没有情面。 心中一寒, 但又生气。 想到自己在运输公司集装箱改装的简易办公室见到的情形, 一时生出许多不好的联想。 可又不敢在那刀子一样的目光后, 还打扰着许半夏办事。 只得忍着等许半夏发完短信。 胖子, 你管管小苏, 这家我还以为运输公司是他家了, 连阿琪都没在他眼里, 什么都要照他的做。 他才来多久啊, 知道个屁啊。 那么大顶的小毛孩, 拿着你的令件骑在阿琪头上, 算什么话吗? 许半夏文言有点哭笑不得。 是不是小苏让你不要抱着孩子到处晃? 一家成熟企业应该这样吧, 不能对下面一套规矩, 对上面又一套规矩, 只要是规矩, 人人都要遵守他。 谁让你爹非要打钱进来, 给阿琪发展什么大公司呢? 其实小苏最初是打电话给许半夏, 让他出面阻止高欣怡到处聊天, 但许半夏懒得管这些, 让小苏自己做主。 高欣怡被许半夏说中, 但面不改色, 心不跳。 才多大企业啊, 这就像猪鼻拱插葱装相了, 我以前在老爹企业里又不是没有混过, 到你这儿不也是抱着孩子来了吗? 怎么, 你要赶我? 你以为你爹不头痛你在他那里大闹天宫吗? 我这儿你今天上来是找我说正事, 没问题, 但如果每天抱着孩子找这家找那家的聊天, 你看我会不会拎你出去, 我不拎你啊, 我们曹英铁娘子会跟我翻脸的。 那么说小苏拿我开刀是你指使的? 那他骑在阿琪头上是不是你指使的? 你干嘛让个新手欺负你多年老兄弟? 许半夏听了哭笑不得。 我欺负谁都不会欺负到阿琪头上呀, 原因我已经跟阿琪说过了, 你回家自己去问阿琪, 小苏如果真是欺负阿琪, 阿琪还能不拔出拳头? 我第一个不允许, 你别瞎说。 时间不早了, 不如我们一起晚饭, 把你爹也叫上, 看看怎么做才好, 你用这个电话联系。 高信仪拿了电话给老爹丈夫联络吃饭事宜, 正好冯玉的电话也过来找许半夏, 冯玉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开心。 冯玉也知道手机是生意人的耳朵, 寻常关不得, 只得退而求其次。 胖子你就说我们在西郊度假村吃山户, 那里远, 我老婆怕开夜车不会过去。 许半夏笑着答应, 放下电话, 见高新仪拿眼睛狐疑地看着她。 怎么不联系? 冯玉不是在飞机上等着你五点半去接人吗? 你怎么能与她通话? 你们是不是合伙瞒着冯太太什么事? 冯玉是不是没去出差, 狗哪会想蜜去了? 许半夏文言只是轻描淡写。 死大哥非彼大哥, 生意场上到处是大哥, 见面叫声大哥, 说话方便很多。 高新仪不信, 联系到刚才的短信, 这电话短信电话之间的时间扣得太紧, 她相信自己猜得没错, 一时也不想打吃饭电话了, 追着许半夏问, 我听说场面上人如果知道一个男人有二奶, 都会自觉替男人瞒着, 结果家中老婆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胖子, 阿琪如果有什么, 你是不是第一个替她打掩护? 就像我爹在外面花亭酒地, 我妈最后才知道一样。 许半夏不由想起, 当年阿琪刚出来的时候, 她还替阿琪找了个女人放在屋里,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现在阿琪已经结婚, 这种事她当然不会再干, 而且野猫的娘就是被高月进花天酒地气死的, 她若是认了, 野猫能不及死? 但料想她说的太多, 高新仪反而会挤, 所以只有一脸不以为然。 胡说八道, 你向哪儿去了? 但是高新仪这个时候听什么话心里都会颠一点, 见许半夏只说了那么几个字, 而不是断然否定, 大大的起义, 只是盯着许半夏不动了。 许半夏懒得理她, 心里还想, 好好一只野猫, 怎么做了母猫, 整个人叽叽歪歪起来了呢? 比如她, 赵磊远在千里, 她也从不多说个什么, 这种事靠像冯玉老婆那样的管, 怎么可能管得过来? 一切靠她自觉, 心中即使有什么不美联想, 只要没有证据, 眼开眼闭, 还能怎样呢? 但想到时候, 许半夏还是在心里叹了口气, 工厂还在新建, 她还离不开这里, 等以后顺利投产, 方方面面理顺, 她就有时间经常往北方跑了。 心中郁闷, 见高欣怡还是傻坐着, 只得她自己动手打电话, 约阿琪一口答应, 想来阿琪即使有事, 只要不是十万火急, 她一招呼也会顺言, 再给高跃进, 先是秘书接的手机。 告诉高总, 许半夏约她吃饭, 很要紧事, 如果她没时间, 饭我喝咖啡。 那秘书现在很知道 许半夏与高跃进的友好关系, 想来很快通知了高跃进, 过一会儿, 高跃进来电。 什么事那么要紧, 明后天行不行? 运输公司的事, 需要你拍板。 高欣怡忽然凑过来, 对着话筒大喊。 不要你的钱了, 我们公司不要做大。 许半夏的耳朵插点被高欣怡震聋, 忙把话筒交给她, 抱手坐到一边。 高跃进在电话那端吓了一跳。 干什么? 不是挺好的吗? 才开始怎么就要结束了? 心里一边想到, 怪不得许半夏要求今晚吃饭, 看来是欣怡炒到她那里去了。 她搬出她这个始作俑者做盾牌, 高欣怡有点稀疾。 公司大了, 我反而管不着了, 还得听别人指手画脚, 搞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而且钱多有什么好, 男人钱一多就变坏, 现在公司有外人管着, 阿琪闲下来还能做什么好事。 我不要你的钱, 就是不要你的钱, 你把钱抽回去。 许半夏旁边听着愣住, 没想到高欣怡除了被小苏管得慌, 还有其他的考虑。 抬眼却见阿琪站在门口, 一脸的尴尬。 许半夏与她心意相通, 知道阿琪不是个太合格的丈夫, 婚前不说, 婚后与些三培搂搂抱抱难免, 她与那些朋友混在一起, 能过到哪里去呢? 阿琪进来, 坐到沙发上面。 小苏管得很严, 野猫说你很不愉快啊。 阿琪, 有什么新事, 你跟我直说, 我们多年兄弟, 你还用瞒着我。 不要钱就是不要钱。 阿琪看着正对着电话狂喊的高欣怡, 犹豫了一下。 胖子, 我知道你和野猫爸都是为了我们好, 但是你想想, 赚钱干什么? 我不想像求必证那样, 做太上皇帝。 我现在在运输公司没法做事, 做出来的都与什么鬼归城有冲突。 心里很闷, 人不开心赚了钱有什么意思呢? 归城是我们一起最后敲定的, 已经舍弃很多不现实的部分, 还不行吗? 可以改啊, 这种东西还不都得慢慢做吗? 阿琪又是犹豫, 一脸为难。 胖子, 我们运输公司都是老粗, 兄弟们上下一伙, 剪的时候大家可以不睡觉把任务完成, 靠的都是兄弟感情。 你看, 现在小苏管得大家束手束脚, 想多干都不行, 全公司上下血型都没了。 看着大家满身怨气, 我也是不痛快。 与其都不痛快, 还不如不要哭大公司, 否则做人图的是什么呢? 徐班下看着阿琪不语, 当初他想过这个问题, 一群江湖人, 怎么才可以有效地约束起来, 会不会有不良反弹? 原本想的是阿琪可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 没想到阿琪自己心恕起了造反大忌。 如果阿琪也是反对, 那么以后的脱胎换骨工作还真难以进行了。 他可以自己上阵代替小苏, 发号施令, 亮那帮司机也不会不听。 但是那样违逆了兄弟意愿, 强鸟的兄弟心生不快, 久而久之, 难说兄弟会不会离心离德。 他沉默很久。 阿琪, 你真这么想, 不是一时气话, 想明白了? 阿琪点头。 不要扩大。 阿琪又多说了一句。 我还是想按照自己的步子扩大。 徐班下点头, 抓了高信仪手中的电话, 问高跃进。 有时间没? 我跟你单独吃饭, 不要他们两个, 他们懂什么呀。 好吧, 你定下地点给我电话。 放下电话, 敲着桌子响了一会儿。 阿琪, 我了解你的心意, 我会尽量向野猫爹争取, 你们自己回去吃饭吧。 野猫爹啊, 想跟我单独谈话。 我爹什么意思嘛, 我们的事儿他凭什么总是自说自话替我们做决定啊? 胖子, 你一定跟他说, 我们很不痛快, 他要是非给我们钱不可, 我们干脆拉出队伍, 另立山头, 他爱做自己做去。 许半夏真正是无言以对, 搭拉着眉毛看着两个人, 心说, 没想到这两人还是不要钱的高士呢, 此刻只有点头。 有数了, 你们回家吧, 我会传达过去, 你们老爹不是不开窍的人。 但许半夏真正坐到高跃进对面的时候, 两个人怎么也搞不懂, 大好的机会啊, 野猫与阿琪怎么都能轻易地放弃呢? 尤其是高跃进更是沮丧, 看着许半夏, 胖子, 你清楚阿琪公司的名声吗? 现在说出去, 谁都知道她是我女婿, 我不想人家一想到她就想到黑道, 想到我是后台黑老的, 可怜我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做生意, 我本意想花钱把她的公司规范起来, 漂白了可以体面拿出去, 他们两个怎么不领情啊? 许半夏才能不明白高跃进的意思, 以前车队小, 夹缝里求生存, 不得不有点非常手段, 但是现在做大了, 阿琪与手下那么多人还是称兄道弟, 作风于以前一样, 她看着也有高跃进的想法, 当初高跃进啃出钱, 她看准了这是机会, 才会那么积极忽视了阿琪的感受, 现在看来, 阿琪拒绝改造, 哎哟,高胖子, 我无能为力了, 其实不止阿琪, 野猫一样的喜欢过去, 两人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胖子, 你以前不也是混江湖的吗? 怎么你脱身那么容易, 你跟阿琪不还是兄弟吗? 你代代他呀? 许半夏考虑了会儿, 可能略有不同, 我混江湖是为赚钱保驾护航, 阿琪是因为兴趣, 我会带着他慢慢改, 但明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了, 这次啊, 就算你浪费钱, 我浪费精力。 高跃进听了觉得很无力, 他听得出许半夏无计可施了, 他自己更无计可施, 他们两个从来不听他的, 原本他还指望着他们, 尤其是阿琪能够听许半夏的, 现在看来也是不行, 高跃进犹豫半生, 才有点不自信的闻。 你以为他们两个能被你慢慢改变? 许半夏文言苦笑, 高跃进精于看人, 他还能看不出女儿女婿的性格如此, 怎么可能改变呢? 都已经是有孩子的成年人了, 除非是大风大浪, 否则性格怎么可能说变就变呢? 那你还能如何? 高跃进摇头, 一个心仪我已经没办法, 现在又添一个阿琪给他撑腰。 罢了, 随便他们去玩, 我再不插手。 胖子, 明天你帮我撤资, 已经买了车的钱, 算是我送他们玩。 以后投胎我得认准门户, 高胖子, 你的钱就让我玩一个月吧, 算是补偿我劳心劳力一场。 说的时候电话响起, 许半夏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正是冯太太, 又插岗了, 暂时不接, 先笑眯眯地看着高跃进。 一说起钱你眼子就亮, 接你的电话。 许半夏这才接起电话, 笑嘻嘻地与以前一样。 阿嫂, 茶岗, 西郊度假村吃饭呢, 你一起来。 诶, 怎么会那么巧? 我们阿三今天排风特别顺, 杀得我们个个年头大脑, 怕出份子请我们到西郊度假村吃和鲜。 诶, 你们哪个包厢, 我过去敬一杯酒。 许半夏一听清楚, 怎么会那么巧? 当下没别的考虑, 当机立断挂了电话, 干脆关机, 随即对高跃进开口。 帮个忙, 给我用一下你的手机。 我一个哥们儿让我骗他老婆, 说在西郊吃饭, 没想到他老婆竟然也在西郊。 我用你手机给他通个消息, 让他自己赶去处理。 第134集, 求人得人。 高跃进会议一笑, 翻出手机给许半夏。 这种事十有八九的男人做过, 可以理解。 许半夏用高跃进的手机直接给小李打电话, 小李估计是看着这个号码不熟悉, 拖了很久才接的电话。 小李, 我胖子, 让大哥听电话, 麻烦了。 冯玉接了电话就问, 怎么回事啊? 阿嫂的牌搭子拖着他们吃饭, 地点也正好是西郊度假村。 他说要到我们包厢敬酒, 我借口电池没有, 断了通话。 怎么办啊? 冯玉傻了。 胖子, 我给我给他电话, 你就别说了。 但许半夏还是用高跃进的手机 给冯太太取了个短信, 解释一下自己的手机没电了, 借用别人手机, 相信冯玉会立刻去电话。 他不用多说, 说了也是白说, 货已经闯下。 还手机给高跃进的时候, 许半夏有点失落, 知道冯玉河边走多钟尸角。 只不过这样一来, 冯太太和冯玉大闹一场之后, 他们依然是夫妻, 但是冯太太以后一定是不会待见他许半夏。 他以后肯定是别想跨入冯玉公司或者家的门, 那两块地方都是冯太太的地盘, 他知道了对不起冯太太, 但是他又能如何呢? 朋友不惧不亲, 与冯玉可能得冷落下来了。 高跃进在一边看着许半夏一脸想不开的样子。 怎么回事? 许半夏想了想, 这个朋友夫妇都是我的恩人, 为了今晚的事, 看来得渐行渐远, 以后业务上还会有往来, 但不会再是以前兄弟姐妹的好了。 高跃进不懈地拿眼睛撇了一下许半夏, 又埋头解决他专备自己点的鸦片鱼头, 好不容易才哼出一句话。 否则我干嘛花那么大力气找你玩啊? 许半夏看着高跃进, 心中有所感悟, 他才是起步, 而高跃进走的比他更远, 高跃进走的路或许就是他许半夏未来的路。 比如胡宫, 他明知胡宫是好人, 但为了工厂的利益, 他不能妥协, 只有对胡宫虚与威仪, 让胡宫慢慢明白, 渐渐失望。 比如老苏, 在这个方外的朋友面前, 他需要有时间有耐心地给自己套上一张符合世俗好人标准的面具, 把自己的尾巴牢牢掖在大袍之下, 但是日子久了, 他乏了, 老苏成熟了, 原来的交汇点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 他该摘下面具泄墨了。 比如冯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后面无论出现什么结果, 他都不会有怨言, 他尽力了, 他也不可能做得更好, 换作以前, 他或许会得嬉皮笑脸上去, 与冯太太插磕打魂一通, 一笑过去以后还会是朋友, 但是今天的他不会, 一是没时间, 二是他已经无法把架子放到冯太太熟知的他过去的地步上。 时过境迁, 人人都在变, 他不可能不变, 身家地位是一部分, 心态也是一部分。 还有阿琪, 还有野猫, 看看高跃进都懒得与女儿理论, 反而找他来解决运输公司的问题。 许半夏仿佛看到他与阿琪关系的未来, 与阿琪的关系未来会怎么走下去, 过程他还不清楚, 但他已经从高跃进身上看到了结果。 那么, 以后还真得找高跃进这种人啊? 许半夏邪逆了一眼高跃进, 见他面前的鸦片鱼头已成一堆枯骨, 高跃进笑嘻嘻地抬眼。 胖子, 你今天胃口不如我。 减肥, 我不想早死。 你清水白菜混得长命百岁又什么意思? 唉, 已经不得往生了。 是, 求人得人, 他已经接近实现小时候的梦想, 回头看时, 朋友一个个离去, 最早的是小陈, 但那也是他求人得人的。 未来可以预见, 他在商界这个无间道中将继续置得意满的臣服, 身边将不再有过敏的朋友分享快乐痛苦, 有的只是高跃进这样的玩伴, 直至生命重量。 幸好, 还有赵磊, 两人的语言已经越来越共通。 高跃进则是一脸疑惑地看着许半夏。 什么是不得往生, 怎么听上去咬牙切齿一样。 今天心中一下失去四个朋友, 情绪非常不对头。 高胖, 陪我喝几杯。 高跃进进许半夏如此沮丧, 倒不便在寻他开心, 真的端出一个长者的面目。 胖子, 看来你还是年轻, 什么叫做失去朋友? 比如我女儿, 难道女儿出嫁了就不是我女儿了吗? 你想差了。 女儿出嫁了怎么可能还跟未嫁的时候一样啊? 你还能找到以前小背心的时候贴心贴肉的感觉吗? 想明白点, 我生病时候女儿能来看我一样我已经满足了。 再推一万步将, 她不缠着我要钱已经够出责了。 胖子, 我不陪你喝酒, 红酒的卡路里太高, 我不如再吃一个鱼头。 许半夏明白高跃进的意思, 但是暂时无法接受, 不过不接受也得接受了。 事已至此, 她还能有什么想法, 只有继续昂首挺胸地向前看了。 高跃进却在服务员收取满盘白骨后, 垂着眼睛。 前几天山里的冰化了, 我的意思是水面上的冰没了。 徐半夏不知道高跃进怎么一下风花雪月起来。 你暗示要我请你去春游? 没门, 你太胖体力太差了。 高跃进却是迟疑了一会儿, 大约思想斗争了一下, 才抬眼。 不是, 你大概没去过山区。 春天化冰之后山水流得很快, 河里的水流得飞快, 会把河底的有些东西翻上来, 又冲去下游。 许半夏看着严肃认真的高跃进。 是不是你以前还是小化工的时候, 环保方面做得逆, 化冰了? 高跃进将面前的餐巾折叠又沉平, 如此再三, 才艰难地吐出三个字。 是修姐。 许半夏大惊, 将高跃进吞吞吐吐的话前后再一想, 明白了。 年前说到修姐失踪, 大家都担心修姐不利于正生孩子的野猫, 却都不会去想到最简单的结局。 修姐其实沉浸河里, 会去死, 而且可能是自杀。 如今山区化冰, 修姐的尸体给湍急的河水翻上来, 才知她已死, 自杀还是失足落水,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 此时的高跃进想必心中最清楚, 修姐的死与她悍然送她回丈夫身边的决定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就像太监一样。 即使太监已经死去那么多日子, 虽然太监并不是什么东西, 但一条人命终究是一条人命, 而小陈就更不用说, 小陈一直是许半夏心底深处最深的阴影。 许半夏没有相劝宽解, 陪高跃进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喝下一瓶红酒, 才开车送她回家。 许半夏相信, 高跃进前几天过着明天, 将又都是一脸的若无其事, 但是今晚, 现在, 高跃进需要一个情绪宣泄的场所, 但所谓宣泄也仅此而已。 回头, 她将能力超群的小苏从运输公司撤了出来, 但是没有跟小苏说明原因, 何必给一个正在奋发上进的年轻人移进门棍呢? 她一把将小苏扔到市区的销售部门, 让她接替她管理的千头万绪的进货出货。 小苏对数字的敏感甚于她许半夏, 对市场的敏感则还需要培养, 但许半夏看中, 她是可造之才, 她愿意手把手地培养这颗苗子, 原来, 转眼, 她已经成了前辈。 小苏好学, 有拼劲, 最难得的是个内部死的蟑螂, 很快, 她便掌握了许半夏的生意门道。 但许半夏并不担心她这个猫师傅会交出一个反噬她的老虎徒弟, 小苏学的只有些看得见的手段, 而那些看不见的人情世故, 就如猫师傅倚仗的爬树本领, 小苏还来日方长。 收购新盛出乎意料的顺利, 因为在这个社会办事, 有关系好于没关系, 有老关系胜于财结交的新关系, 有身后背景之下可以互换利益的关系, 更是所向无敌。 苏总正是其中好手, 新盛在武建设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转手到了沈刚与许半夏的手中, 多日不见的冯玉拍手称快, 但还是没能从冯太太那儿批得单独出门的时间。 冯太太现在彻底否定许半夏, 冯玉要求携太太一起出面百宴庆贺, 她绝对不会参与, 当然更不会批准冯玉单独出门恭贺许半夏, 那不是明摆着鼓励冯玉出轨吗? 阶级斗争那条弦必须时刻紧绷, 一刻都不能松懈。 以后有朋友问起, 最近怎么不见胖子? 冯太太当然不便家丑外扬, 总是闲闲一句, 哼, 人家已经是大老板。 于是听的人都是露出会心微笑, 叹一声, 人心不顾。 武建设是土匪, 但不是蛮牛, 他已经清楚玩明的不是许半夏的对手, 玩黑的更不是许半夏对手, 所以掩齐西谷专心打理他剩下的事业。 许半夏见好就收, 灭了武建设他也不会要他的事业, 何况武建设在家乡根深蒂固, 灭他去消耗不小的财力物力, 得不偿失, 所以两夏里相安无事, 武建设岂能不知许半夏放了他一马, 这以后偶然见面虽然尴尬, 但也不再剑拔弩张。 新生在完善环保设施和改造主要生产线后, 重新投入运营, 苏总自从拿下新生后, 就把经营权全部交给了许半夏, 这反而让许半夏轻佩他的魄力, 一点没有去糊弄他。 技术人员当然可以随便与沈刚互通有物, 不用互挖墙角, 接手一个成熟的企业实在是比开始一摊新事业要方便许多。 重新开庆夜典礼那天, 许半夏邀请了所在村落的农民现场参观监督, 已是透明, 而他自己没有出席, 这等出头露面的事还是苏总负责吧。 不过苏总也是好样的, 做得不俗, 当着前来采访的领导和记者, 当场宣布把庆祝费用用作资助该村贫困学童上学费用, 于是皆大欢喜。 海边新厂一期工程终于在初夏交过, 爬上码头吊车往下一看, 以为已是庞然大物的厂房, 原来才占了两百多亩空地的三分之一。 小刀工问许半夏二期什么时候上, 许半夏答不上来, 好不容易一期才结束, 又将小苏培养成熟手, 几乎可以代替他的统筹规划, 他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获得片刻轻松。 他很想去北京好好待上几天, 佩佩也是忙得陀螺一样的帅哥, 他可不想太快背上二期的包袱。 一期试生产结束, 又在小苏努力下打开外销渠道, 许半夏更是拼足老命亲自挂帅, 打开国内市场。 当成品库内几乎没有库存, 大半设备为订单运转的时候, 许半夏才在六月初让曹英准备一个简短仪式, 宣布工厂正式开业。 第135集, 拥抱台风。 没有请什么权贵, 只请了村里上了六十的老人来公司参观聚餐。 众人都知道, 许半夏出钱出力资助村中孤寡老人, 对他都是非常尊重客气。 曹英悄悄报说, 来的人数比原统计多了十几个, 许半夏心说, 总不成还有六十岁以下的人来冒充吧, 但今天来的都是客, 最多是多摆几双筷子, 多放几把凳子, 犯不着为了一餐饭时破坏了现场友善气氛。 既然已经做了冤大头, 何妨尽善尽美地做到底呢? 也算对得起已经付出的那笔不菲善款。 绕场敬酒的时候, 许半夏一直下意识地留意着, 找那个曾经在污染的海滩边, 数着念珠诅咒不得往生的老太太。 或许有那么种可能, 去年提出赡养孤寡老人而不是小儿, 今天提出请老人们参加开业庆典, 是因为许半夏心中时刻回想着那四个字, 他并不想否认这个现实。 说心中没有敬畏, 一点不在意诅咒, 那是假的, 大约是那时候还没来得及享受担心害怕的味道。 但后来想起, 那天沸油污染的海滩上垂死挣扎的水鸟, 和后来阳春天气在被唐渣掩盖的污染海图上, 随着海鸟一飞冲天的小陈年轻快乐的灵魂, 许半夏时时会得心中一沉, 他急切地想找到那位曾经诅咒过他的老太, 想知道老太眼下对待他的态度如何, 进了大半个圈子的时候才见到那个老太太, 整整两年没见, 他的背看上去已经直不起来, 但是牙齿应该很好, 吃起柔韧的红烧墨鱼来一点不落后于人。 见许半夏驻足, 旁边的村书记老曹笑着上来解释, 汤子, 太婆年纪大了, 耳朵背, 走路不灵活, 但大事情一点也不糊涂, 知道你做的大好事, 他现在天天在家替你在菩萨面前念一段经, 保佑你发财力士长命百岁。 许半夏听了哭笑不得, 他想过无数结果, 就是没想到是这种结果, 正在专心吃菜的老太感觉到旁边似乎有人, 缓缓地转过身来, 看见是许半夏, 伸出枯狗的手拍拍对比鲜明的许半夏白胖的手, 便掏出一只小巧的黄布袋子, 郑重地交给许半夏。 正好, 许老板, 我每念一次经, 会数一粒米在碗里, 听说你要请我们吃饭, 我问锦阳寺师傅讨了一块黄布把米装起来送你, 你以后随身带着, 保佑你逢凶化吉, 打吉大利。 许半夏文言收起笑容, 心中只有四个字, 恩怨分明。 愣了好久, 才借了老太手中的小黄布米袋, 一语双关。 太婆, 我会一直记着您的话。 老太耳朵背, 贴过脑袋来, 让许半夏又说了一遍, 这才抓起许半夏的手摇摇, 对身边几个老太得意的炫耀。 我说了吧, 你们过来白痴, 许老板肯定不会说什么, 他是好人。 曹书记哭笑不得。 哎, 太婆一定要带灵村一起念佛的老姐妹来, 怎么说都不听, 说你最大方肯定不会赶老姐妹走。 许半夏长那么大, 还难得被人说成是好人, 不由看向也走过来的胡公, 却竟胡公笑盈盈地, 民嘴不说, 不知胡公在想些什么。 当初初见面时, 胡公也曾说她是好姑娘, 想必现在胡公心中应该很清楚, 她许半夏好在哪里, 饿在哪里。 宋村老九足贩宝离去, 许半夏独自找到群宁曾经埋下小尘头发的所在, 那里, 现在是围墙与车间之间的平坦水泥路, 许半夏只能记得大致位置, 那石头, 那头发, 都已经被掩埋在了一帅平坦的水泥下面, 所有的一切已经踪迹无腻, 出了过去的岁月和记忆。 许半夏看看左右眉人, 取出钥匙扒开泥土, 将老太宋的黄布米袋 埋在就近的一棵行道树下, 玩了起身战气, 拍拍手上泥土, 心中默念。 小陈, 我们并肩子打江山的愿望已经实现, 接下来你好好往生, 早早投胎, 希望菩萨一路保佑你。 围墙外, 是阿琪运输公司的汽车隆隆开过, 阿琪依然没变, 依然是重情重义的江湖好汉, 依然与手下一帮兄弟 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日子, 依然对他许半夏说一不二, 但是许半夏知道自己变了, 他虽然还在百忙当中抽空照顾阿琪的生意, 但他心里明白, 自己变得与高跃进一样, 开始与阿琪保持一定距离, 当年的三兄弟, 虽然没有什么桃园结义, 可情同手足, 现在, 远远的, 也来参加开业庆典的小苏, 站在树荫下, 看着这边不知在做什么的许半夏, 因为看许半夏走开的时候神色严肃, 他才没跟上, 他与老苏风格完全不同, 他喜欢主动大胆地出击, 他抓住每个可行的机会接近许半夏, 期待以能力抹去许半夏看他的时候, 眼中的小弟弟三个字, 七月中旬, 窗外的天空是铁青色的灰, 呼啸的大风卷起地上没有任何固定住的东西, 使劲摔倒, 摔得许半夏办公室的玻璃窗, 啪啪作响, 高跃进中午来的电话, 声音一如往昔, 仿佛随时准备与许半夏办一场嘴饰的, 华子, 台风半晚的, 你那里撤离没有, 来我别墅吧, 我们看着湖水喝酒说话, 许半夏心中一动, 哎哟, 这个时候, 是男人的话来我这看台风登陆啊, 你那边小小一汪湖水撞出来一些茶尾里的风波有什么看到, 来吧, 我为看台风准备了好酒好菜, 正好少个人说话, 好, 高跃进说完便扔了电话, 顶峰驱车赶来海边许半夏的办公室, 一进许半夏的新办公室, 艰难的关上被风大力顶开的门, 便被许半夏招呼到一扇落地玻璃窗前, 他今天本来想说点什么, 但许半夏捏着一支酒杯, 根本不容他开口, 高胖, 你看正前方天边那朵乌云, 对, 颜色比别的黑一点, 从你出发到现在, 我看着它慢慢挨过来, 逐渐变大, 乌云下面看得出明显的水汽, 我怀疑那应该是台风真正的边缘了, 高跃进仔细看了一下, 觉得那乌云果真是铺天盖地的一样压来, 但真一认真, 又觉得那乌云其实没有移动多少, 仿佛是静止一般, 可那么遥远的云, 已经给人透不过气来的压力, 他接了许半夏递来的一杯黄酒, 坐到大玻璃后面舒服的沙发上, 可眼睛敢于大自然排山倒海的气势, 嘴里竟然没有一句话, 只默默地喝酒吃菜, 看着黑云越来越近, 移动越来越快, 两人握着酒杯的手也越来越用力, 忽然, 只听耳边琵琶声音持续不断地传来, 眼前一雾, 但随着更多琵琶声音打落, 眼前的玻璃一会儿清洗, 一会儿模糊, 似乎外面有一双看不见的巨手, 扯来瓢泼雨水, 狠狠地摔在两人面前的窗上, 反而洗出一派清洗, 再看那乌云, 早不知在什么时候推到了头顶, 以不远处堤外冲天巨浪为先锋, 以密集敲打玻璃的小拳头般的雨滴为兵足, 嘶吼咆哮着轻压下来, 眼前一幢三层小楼在他眼里如同不起眼的玩具, 仿佛随时可以伸出巨浪之手, 将其连根拔起, 思维计分, 黑暗紧客挤入办公室的方寸之地, 台风震天动地的摇汉, 压得在座两个人大气不敢喘, 酒杯早已成空都不决, 不约而同地握着拳头紧紧地钻在沙发里, 神色紧张地端坐, 一边担心着不远处的大敌会不会被波天巨浪冲毁, 一边又恋恋不舍眼前的风云激荡。 过了不知多久, 高月静忽然感觉周围一切都静了下来, 静得都不像真实, 连外面飞扑而来的雨都写了, 他不安地扭头看向许般下, 彻底的纯粹的黑暗中, 只见到两只忽闪忽闪的眼珠, 这一刻, 高月静心中仿佛有什么想法, 在眼前暴风眼中的寂静里膨胀, 膨胀的他不得不开口说话, 胖子, 你知不知道, 野猫知道秀杰死了? 知道, 野猫来骂过我, 还说杨阿琪和你我断绝关系。 他骂你干什么, 与你无关啊, 他也是要跟我断绝关系。 他关心我, 不想我像你一样变坏。 变坏? 你也认为秀杰是我逼死的? 当初不管我有没有将太监往车轮子底下赶, 但太监最后承受不了我无所不在的压力, 死了。 你与秀姨的关系, 你自己去想。 你女儿骂我的意思是, 他们死得很卑微, 他们甚至只想用自己的死 给我们留下一点内疚, 但是看上去我们没有内疚, 我们太不是东西。 谁说没有内疚, 我在过去插地的地方, 轰轰烈烈将秀杰葬了, 一直做了头七二七三七二十一天的水路道场, 我会要修杰死吗? 高胖, 听我说, 刚刚你来前我一直在想, 小时候我给人欺负, 甚至被亲爹抛弃, 我所作所为都是保身正命正口饭吃, 无所不用其极, 没想到就这么一步步混出来了, 你比我呀, 混得更深更远。 现在, 别说你身边保镖围绕, 我都是恶霸似的, 我们现在动动手指头, 太监修仪这等角色还能怎么样啊? 他们除了做件自己来报复我们, 都别无他着, 看看我们多狠呀。 胖子, 别责祸入魔, 瓦灯打开, 我们可能有对不起太监修仪的地方, 但你别把他们的死, 扰到自己头上。 对自己老实一点吧, 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没什么两样。 高月静文言腿染, 坐在沙发上默默发呆。 对自己老实一点, 可是能太老实吗? 还是不想吧? 耳边只听死意般的寂静中, 传来许半下轻轻的自信。 自言自语。 今天的裁缝也好像有点大, 这么会儿还没过去。 几乎是话音彩落, 只听外面轰的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 天地间又只剩下风云激荡。 风声雨声海浪声中, 高月静隐隐听到许半下好像说了句什么。 都回不去了。 高月静心想, 当然回不去了, 这种天气出门都不敢, 何况开车呢? 许半下此刻想到远在北京, 不, 或许在另一个半球的赵雷, 各自出于本性的欲望, 推着他们身不由己。 两个人往各自的道路越走越深, 越走越风声水起, 也越走离得越远。 可是, 又有谁肯回去, 又有谁能够回去呢? 他是注定在此滚滚红尘中, 独自沉浮了吧, 谁知道呢? 或许, 这个臭味相投的高胖子, 反而是个一生的朋友。 台风在屋顶强烈旋转, 留下一个寂静的不像真实的封眼, 似是留恋, 似是反思, 却又轰隆隆义无反顾的一网无迁。 向前, 没有回头, 不会回头, 只有向前。 台风, 太平洋充足的水汽造就他, 壮大他, 赋予他生腾威力, 而太平洋特殊的气流也裹挟他, 推动他, 他身不由己。 台风, 他是大旱时的甘领, 是酷暑时的清凉, 也是地质灾害, 是家破人亡。 而风眼, 是台风的思考, 是海洋与陆地碰撞中的刹那宁静, 刹那追回。 台风, 他依然在碰撞中向前, 继续向前, 顺应所有台风的大趋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